主裁判李海鑫吹向全场比赛开始的哨音 腾讯体育为您带来的2022赛季中国平安 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的比赛直播 中场联赛第九轮的武汉德比战 由武汉三镇对阵武汉长江 斯坦揪又叫直接射门了 这一次球没有下坠 打飞了 戴维森往中路穿荡穿球 漂亮 艾德米尔森内切 左脚再塞 有机会戴维森捅射 还有左脚再射 打在地路上 来自邓韩文的射门 这个球可惜了 近乎半个空门 他没有打进 选择贴地的一个弧线 再来看 他能得分啊 马上就来了谢鹏飞 扫后脸 打进 刚说完 这个球呢是戴维森在左侧 一个非常诡异的传球 谢鹏飞的左脚扫射 这个球球速不快 但是角度太刁了 咱在远端立柱上弹进球门 我这个话还没落呢 所以他证明你说的是对的 这次专业人士 咱们就干那个了 对不 就是说 他是有这种解决问题的 对不 斯坦秋换到右脚位置 直接打远射了 门将做出精彩铺就 集中啊 角球快发了 谢鹏飞 左脚打到中路 斯坦秋再说后脸 位置不错 投球 神扑二比零吗 这个球没打进 没进 没进 应该是没进 哇 门将这次绝对神扑了 顶了一个进门柱 张晓斌 关键 这银亚集这枪没补进呢 怎么 银亚集把球踢他身上了 我觉得银亚集进的话 也可能是越位啊 因为斯坦秋 张晓斌投球都是银亚集 应该是越位了 张晓斌 好球 再给回座 谢鹏飞 左脚直接射门了 哦 这球打的角度还是很刁的 这个其实三振 他们这几个外缘啊 他这三个人等于倒了踢 哇 这边传球低级失误 谢鹏飞交给斯坦秋 斯坦秋直接推直c 艾特米尔森 停 停得不错 右脚有机会 大门 2比0 上不长比赛32分钟 艾特米尔森贡献精彩远射 这脚球呢 斯坦秋传得漂亮 艾特米尔森呢 连停带过 摆脱防守队员 把球伸到右脚 直接打上脚得分 哇 这套连贯动作太血异了 他直接给球停了一个非常舒服的角度 李静宇对这个传球失误 可能有点不太满意啊 这个 这个是属于送给对方 对 这个是送球 好伤 看看这一次 外卫打远射了 很有威胁 你看踢得就很 很血异 可能 我觉得这个对抗 可能比这个平时 他们自己 你看 自己分队 可能 漂亮的射门 3比0 三球 赛季第六个进球 而且全部发生在进区外 他已经追平 老古斯托的单赛季 进区外的得分纪录 哇 这个球 他停 大家可能以为他停大了 但是他是有意为之 往右侧领 突然打反向 许东今天是进入了球队大名单 自从那场比赛受伤之后 许东就没打过 他之前一直是绝对主力 康格里斯 左脚再射 这球是贴着进门柱出了底线 是碰到了防守队员 还是被门匠扑了 再来看一下 给了脚球 火 都是高难度 脚后跟漂亮 单刀球 过掉门匠吗 他想过门匠 肯定想过什么 对没打 这下打的话其实也有角度 他这球要打就进了 对 这就来着刷数据的 散球直接射门 漂亮 真是 被门匠扑出去了 哈哈 他这个阵球 我觉得嘛 有时候比点球还靠谱 真是 进去里边 给回来 跟进 失误了 后连 再抢 给了点球 这个球没铲到球 铲到人了吗 哦 他应该 他踢到球又踢到了人 而且他这个鞋底亮起来 这是危险动作 一个直线助跑 海德米尔森在看门匠的位置 助跑打门 骗过门匠 4比0 打得还是很脆啊 角度也够刁啊 刚才那球关键还是散球那一传 左脚散类的那支C 他这个能力真的是太强了 铲子给 好球 漂亮 右侧阳阔 第二次射门尝试有变现 5比0 5比0 阳阔的进球 这个球呢打到了防守队员 身体之上有变现 门向重心已经倒在了右手边 突然奔着他的左手 近门柱的位置去 我不是之前不说了吗 我说这一堂可能就得动五六个局了 阳阔中超生涯的第二个进球 短云子灵再射又一个变现 打到地柱上 而且你感觉他 就是我说了嘛 他换上了这些替补 他都不收了 对吧 这样的话 全场比赛结束 最终武汉三阵呢 是5比0 击败了武汉长江